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今早 有一群建制派的人士 殺了上H&M香港辦事處示威 但現場記者就斷正 有部分人竟然穿著Nike和Converse的波鞋 果然中了田飛龍那句評語 《忠誠的廢物》 而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他就說要停用和停買Burberry的產品 只不過他就覺得不需要特意來去銷毀這些產品 擺明就是不捨得 好了在講下去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在今早早的時候 李梓敬率領著一群公民力量的成員 上去位於尖沙咀的H&M香港辦事處 遞交請願訊 要求H&M這個品牌要道歉 不過 整群人上到H&M的寫字樓 才發現人家今天沒有開門 因為星期六就放假 所以田飛龍哪有說錯這群人就是忠誠的廢物 就算他們是不知道人家星期六放假也好 或者是明知道人家今天放假 才帶隊上去踩場 避免跟人家的員工 發生正面衝突也好 其實 都是忠誠的廢物 你怎麼會有這麼低級的錯誤 而且還被現場的記者斷政 站在李梓敬隔壁那位 公民力量主席潘國山 他穿著Nike的波鞋 另一個陪他們上去示威的 就穿著Canvas的波鞋 這兩個品牌明明 都是涉及到大陸的網民說要抵制的品牌 對於一般的市民來說 他們要穿著這些品牌的波鞋 當然就沒問題 但是現在走上去人家的寫字樓踩場的三位人兄 他們是從政的 是政界人士 而且不是第一天出來做的 那個政治敏感度有沒有說低得那麼重要 凡事追求政治正確的年代 你走去要求人家H&M道歉 你自己又穿著Like波鞋 Canvas波鞋 怎麼說得過去呢 是不是 所以田飛龍那句話有沒有說錯 就是忠誠的廢物 做戲也要做全套 是不是 你有沒有可能穿這些波鞋 演技就已經夠差了 起碼要在服裝和道具方面搭救 誰不知 穿鞋也可以穿錯 李梓敬就被發現得到 他是穿著這個國產品牌 飛躍 這個飛躍的白鞋 當然他就是夠政治正確 這個就真的出來做的 不過他這次就說穿得對 但是在他往後的人生當中 是不是以後都只是穿著這些國產品牌的 衣著和鞋 以大陸小粉紅追求那種 義和團式愛國準則 只要你其中一次不穿這些國產品牌 那又被別人來到 有話好說 起不時變成了在李子敬以後的人生當中 他就只能夠穿國產品牌的服飾 從政就算撈到風生水起 賺多少個錢都好 其實做人都沒有意義 你賺了賺了那麼多水 原來就不能夠好好地享受 不能夠享用得到 外國品牌所生產出來的優質產品 你賺那麼多錢幹什麼 而且是義和團式的愛國準則 只會是無限延伸 今天就說要抵制洋貨 不能夠穿某一個品牌的波鞋 不能夠穿某一個品牌的服裝 遲些會不會演變成為 不能夠用某一個品牌的智能電話 其實iPhone也是美國貨來的 如果你是愛國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用回華為或者小米呢? 到底他們那部iPhone掉了沒有呢? 或者拿去燒了沒有呢? 而且這班人就很喜歡 流連Facebook來做宣傳的 豈不是是乃西方社會? 那你應該是撐中才是 撐中就應該用微博 不見他們用的 所以當這個義和團式的愛國準則推到極致 這班人遲早自己都是乃獲金 好了跟著我們就再看看葉劉淑儀 他就說 宣佈要停用Burberry的產品 他說Burberry是他十分喜歡的品牌之一 特別是他的經典款羊毛頸巾 既美觀又保暖 但是基於這個品牌 對新疆作出失實和無理的指控 因此葉劉決定 即時停買和停用他的產品 直到他們道歉或者撤回指控為止 他在Facebook上面就放了一張圖片出來 他就坐在一張沙發那裏 那張沙發就在那裏曬馬 曬了他的Burberry的頸巾出來 不知道是不是想原褲還是怎樣 還是告訴別人 我有很多條的 好了 你有這麼多條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是像大陸的網民那樣 去燒了它 不燒也可以 因為這期興環保 你可以把頸巾剪爛了它 然後拿去抹布、碗布或者抹廁板都可以 喂 那你就可以物盡其用 為什麼你不這樣做呢 你還怎麼說呢 他還跟記者說 說那些Burberry的頸巾他就會先收起來 等到Burberry道歉之後再去處理 一定要他修改了立場 撤回或者道歉 而葉劉今天出席電台節目的時候 就被問到 喂 這些攝氏品牌的產品 你會不會採取進一步的行動呢 葉劉就說認為不需要 他不覺得要特意去破壞一些現有的產品 哇 你那些愛國就真的相當廉價了 原來只是只是一把口而已 為什麼大陸的小粉紅 他要把那些Nike 雖然是山寨 他拿去燒了它 或者是要剪爛那些衣服呢 他這樣才能夠通過一種行為藝術的形式 來展現出他真的相當之愛國 他是願意為愛國付上成本 雖然這幫人的成本都很低 因為他們所燒的波鞋都是山寨貨 但是那些人不是從政 是一般的民眾低端人口 你葉劉不同啊 你專貴的立法會議員啊 你是從政的啊 照計你應該有這方面的覺悟 原來又不捨得燒的 那你幾條爛鬼頸巾都不捨得的時候 怎樣去博表現選行政長官啊 怎樣標美會啊 是不是啊 今屆都選不到又沒有了 你七張東西了 當然啦 葉劉現在沒有表態 或者沒有表達要選行政長官的意向 但是往事他都很想選的嘛 最近又動作多多 那麼究竟他想做什麼呢 啊 他今天去到這個電台節目的時候都說了很多東西的 他就提到 說建議特區政府 拒絕給那些以BNO申請工作假期的市民 上飛機回香港 除非那個人出示到其他的證件 例如是香港身份證 或者是特區護照 才是放行 那麼其實他說的這件事就是多餘的 第一 當那個市民要回香港的時候 他是不需要向那個航空公司表達出 究竟他是拿著什麼的Visa入境的嘛 大家去過旅行都知道啦 你在外國回香港的時候 你就拿著一本護照去那個地勤那裡對資料啦 那麼現在特區政府不承認BNO 在1月31日的時候已經是不承認的啦 那麼你就拿本特區護照給他看啦 其實那個是只有體字的嘛 因為當大家回到香港入境的時候 其實是用身份證入境是走醫道的嘛 根本上那本護照就是沒有角色的 尤其是你說BNO 1月31日 特區政府已經說不承認的啦 不當他是一本有效的證件來的啦 那麼你葉劉現在又在這裏特地說多一次呢 你說拒絕那些人以BNO上飛機 1月31日都說了這些東西 是不是呢 撒有介事這樣又拿出來說多一次 拉布的真是 難怪田飛龍說香港充斥著那些 忠誠的廢物 說完那些東西根本上就不臭米氣的 好了 然後葉劉還說 在英國推出BNO5加1計劃之前 BNO就並不受歡迎的 我又不同意 大家記不記得那些新聞片 1956年的時候 人人走去排長龍 無非就是要申請一本BNO護照 在灣仔運動場那裏還大打出手 不受歡迎 才期啦 是不是呀 97之前總共是有300多萬本的BNO發出了 一半香港人口有申請到這本 怎麼不受歡迎 不受歡迎就沒有人去拿 至於你說俗證的安排 現在這兩三年不斷地飆升數字 這樣還不受歡迎 怎樣才受歡迎呢 好了接著他還說 公務員是不追求BNO的 好啊你公務員不追求BNO 要求安排的人去宣誓放棄雙重國籍 一提及到雙重國籍這個問題 整班人就已經牙痛的聲 一隻二隻就走出來 就算雙重國籍的人 有部分人其實都是很愛國的 雙重國籍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你葉劉又口口聲聲說公務員不追求BNO 好啊你葉劉快點向特區政府建議 所有公務員都不能夠拿BNO 全部都放棄了 我想那些公務員多得你不少啊葉劉 你自己當然是不同啦 是不是你自己做到高級公務員 在97之前就可以通過居英權計劃 全家拿到英籍都可以的 林鄭月娥全家就是這樣拿到英籍的 喂 但是他做到特首之後 他的老公和兩個兒子都不願意放去英籍 那怎會不追求呢 你說人家不追求BNO 不追求BNO是追求什麼追求BC 如果你這班人真是這麼不自在 申請放棄了他 別人有這個機制可以讓你放棄的嘛 不要要啦 那麼辛苦 是不是呀 我看見他們說這些說話 真是眼都冤了 好了 葉劉當然啦 近來他就動作頻頻了 早兩天他出席一場外媒主辦的研討會上 離場抗議 因為有與會者就指台灣是國家 葉劉就說 出席之前都不知道同場是有台獨份子的 他就多謝國台辦的點名稱讚 他形容是無意的收穫 那麼葉劉多說這些拆鞋的說話啦 不過 看怕那個行政長官的大位 都輪不到你做的啦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